那我要现在问一个挑事的问题 有一期就是我记得导演组 让你们两天之内 创作两首歌还在比赛 对 该就疯了 该直接就 我不干了 我不想玩了 我不想参加这个节目了 真的 该到底是为什么生气呢 那么气 其实他是 并不是针对什么 他其实当时跟女朋友 好像有点吵架了 然后又跟节目 然后又两个火加起来 两把火 那最后分手没有 分手没有 没有 他们感情很好 对 面对这样的高压的创作 我觉得你们心里 肯定积压的一些怒火 对 很不爽我们现在 很不爽是不是 有什么想对节目主说的 第一次回去 我希望下一届有嘻哈 这个赛制一点也不要变 如果变了 我们所有rapper就叮叮 一听两首歌也可以 对 我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还有一点 邓子实在是太硬了 鸡腿给我们量的 所有都是量的 怎么搞得中国有嘻哈的剧左 你是准备下一季不去了是吧 可以去吗 可以去吗 其实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也是参加选秀出来的 2007年 你们都还小的时候 有 有一个选秀节目叫快乐男生 我现在也有很多话 想对快乐男生的节目组说 当时你们怎么对我们的 吃不饱 睡不饱 录下来 每天上声乐课 上舞蹈课 上形体课 开这个VCR 录那个小片 把我们累了跟狗一样 我现在我跟你说 我有今天 我只想跟你们说一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今天大家就有什么说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红了 但是受到的质疑声也会伴随而来 所以我们rapper 有质疑声 或者是有那种很苛刻的言语的 我们就得认识 对 你说我不是那样的 你还能要说我 我不得认识吗 没错 你说你说我我丑 你可以说我矮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今天看一下 网友有哪些犀利的热评 来 大屏幕 这个是爱杰尼的 第一条太炸了 第一条 我念吗 你念 花园宝宝真的拉低了整个西派rapper的演组 这你我都听你很不了 等一下 第一个我就要砸屏幕了 吴彦祖 真的 我跟你们讲 我颜色还是很高的 对吧 你们说的 对不对 对的 吴彦祖 这一条绝对不符合 绝对是那个 我记得还好 我可以 哪里想的 对吧 兄弟们帮我把这个仇记一下 记下 来 第二个 然后看你胖的像什么样子 adf节目 真的有这条ad吗 是不是节目所安排的吧 这哪里的ad我都没看到 这绝对是假的 467个赞的还有 对 这个是最多的 绝对是这个 然后我们是一个 认同感最高的 究竟